四年前的官方会继续继续出席 任何外国都应该尊重中国的办案机关依法处理在中国的外国公民的案件 昨天我也说了 中方会按照有关的国际公约和中国的法律 为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履行职责提供便利与协助 同时任何人在中国都不能违反中国的法律 我想这是基本常识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么任何的外国的政府 他如果想真正的保护本国的公民 那么一个最好的办法就要事先教育他们 在任何国家包括在中国都应该尊重住在国的法律和法规 事实上中国与瑞典之间有着畅通的沟通渠道 他们也非常清楚中方在这方面的立场 同时我也想重申一下 任何外国人包括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官员 都不能够做违反相关国际公约或者中国法律的事情 这是非常明确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